来来来来 重新来一遍 没关系 没关系 重新 重新讲 没关系 来来来 重新讲 各位师姑师伯们 大家 中午好 我是关山子弟小志东 陈江南 非常感恩有这次机会 能给台湾来的林师姑 一同学习水地方 水地方是由台湾的陈泽林师伯所创作 他为什么要取名为水地方呢 因为在北京奥运会有两大著名的建筑物 有谁知道是哪两大著名的建筑物吗 有 水地方 一 亚常 二 就是水地方了 北京的水地方是一个立方体的游泳池 而这座水地方是陈泽林师伯在大陆的第一创作 所以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叫做什么 水地方 水地方有五个立方体组成 购用去了一千只矿泉水瓶 如果把地球上的水装入这一千只矿泉水瓶中的话 那么有975只是海水 是人类不可以使用的 剩下的25只淡水 就是人类可以使用的吗 是 不是哦 其中有17只在南北两极 在南北两极人类是得不到的 就算冰川融化后 它也是流入了海洋之中 那么25点几17只还剩下几只 25 不几 8只 还剩下8只 这8只淡水就是人类可以使用的吗 对 不是哦 其中还有7只 是地下水 人类是得不到的 最后只剩下一只 这一只 就是人类可以使用的吗 是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其中的三分之二 还要分享给动物植物所使用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珍惜水资源呢 是 我们要吸水如今 清静在源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大家喜欢吃鸟肉海板吗 不喜欢 不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再次告诉大家 一个鸟肉面板需要用去2400公升的水 就是4800升的水 就相当于4座这样子的水力风 这么多 那么我们还吃牛肉海板吗 不是 那么我们喝一瓶瓶装水 需要用去7.5瓶的水 那么是做一个瓶子的过程中 需要用去17.5瓶的水 喝瓶装水 还会产生很多垃圾 所以我们呀 少喝瓶就